轰的一声巨响 瞬间天摇地动 乌克兰南部港城 马力波连着好几天 被俄军猛烈的轰炸 连妇幼医院也不放过 俄军对妇幼医院 无差别的轰炸 导致许多孩子闪避不及 被埋在瓦砾堆下 军人警察全都投入了 抢救的行列 只能简单的帮忙包扎伤口 医院外被炸出了 好几公尺深的大洞 车子也被炸毁 起火燃烧 现场宛如末日场景 走进医院一看 满地的玻璃碎片 医疗设备全毁 让乌克兰的总统 气得表示 俄军简直泯灭人性 马力波至今已经有 1300人丧生 超过40万人受困 由于尸体太多 已经无法进行正常的埋葬仪式 当局因此挖了一个 万人种集中埋葬 空袭前后的卫星影像 更凸显出了炮火 带来的惊人破坏 在俄军的猛烈攻击下 乌军陷入苦战 急需战机来帮忙抵御侵略 波兰宣布要将国内 23架米格29战机转交给美国 但美方却拒绝接收 随了乌克兰大量的平民 遭到俄军攻击死亡 也让总统泽文斯基怒吼 全世界到底还要充当 无视恐怖的帮凶多久 记者综合报道 喜欢吃面 喜欢吃水饺 总觉得少一味的 来 这一罐是什么 海皇XO干贝酱 直接来这个QR Code 快点够QR Code 来帮我扫一下 快点够QR Code里面呢 有很多中天严选的商品 喜欢的好朋友们 千万不要错过咯 好 我做得咯 就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